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華航基蘇的白鋼的事件 才結束不多久 都有華航的基蘇 在嘎書村 杜骨的圍面流出來 打這個鴨片 是坐在旁邊的副基蘇 這個基蘇是躺到台灣的動動動 完全沒有發現有人在農業 這位是華航七宿切客機的總基蘇 在華航也作主管 華航是來回應說 這支鴨片是在白鋼進行農業的 這個基蘇已經主行提報公司 公司也已經照規定出分了 華航同時來表示說 這個農業副基蘇 沒有很多提刺的資金 等於是農業來押了 這種的行為也非常的不適當